大家好,北京这边,无论是官员的私下的交流,还是北京的藩局都在说一个话题 啥话题呢,不是台湾有一个超级的地震吗 完了以后呢,所有人的目光,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台湾人的安全 台湾有些个细节,感天动地,有些个细节让人觉得特别的,很感慨 比如说台湾的101大厦,高科技,这么大的地震,啥事没有,稳如泰山 还说这个台湾的这么大的地震,基本上就那么一两栋房子歪掉了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没有一栋房子,中途就垮掉 完了以后,把人埋在地下的,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台湾的建筑质量真好,人们就想起这个文川大地震 唐山大地,死了多少多少人,倒了多少多少房子 这都不算,这都不算 因为你说什么建筑地震好啊,这个东西啊,你看不见摸不着 关键是什么呢 说这个有几个事情呢,让习包子又输掉了一场战争 用这个战争这个词来形容 因为习包子不是说吹牛逼吗 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让台湾的同胞过上和大陆的老百姓一样幸福的日子 真的笑得我他们的菊花三井,梅花三弄 你开什么玩笑是不是 忽悠中国的傻叉的 话说出来是,真是不带脸红的 但是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但习包子真信,因为习包子他又没有去过台湾,是不是 完了以后他真以为台湾的老百姓的生活,水生活 中国老百姓生活好得不得了,他天天听到的就是这些个假消息 但是本次由于地震嘛,这么严重的地震嘛 有些个消息呢,突然跟以前不一样了 说习包子这回终于知道了,终于知道自己是被他身边的人骗了 而且终于知道这个中国土工中国跟台湾自由国之间的差别 那不是一般的大 说这些这么大的地震,第一啊,第一这么大的地震 那当然要看是不是有多少人过世了呗 多少人去世了,这是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嘛 是不是,房子到了可以重建 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了,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所以人的生命在地震灾害这种中间是最大的考量 你看人家日本为什么呆都不怕 因为每次地震就都闹一闹,吓一下,是吧,惊吓一下 但是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基本上就没什么人说这个就过世了 所以有一年一个房子歪了,是吧,地震的时候掉下来一块砖砸中了 从旁边经过的一个小学生,哦,举国哀悼,真的是 完了以后全国反省,台湾也是一样的呀 这么离着十几个人不到二十个人过世了 那文川大地震死多少人呗,官方报的是八万多人 我听以前他们不是跑到那边去搞吗 光学生,文川大地震,光学生都死了几万人,全是未成年人 整个加起来没有一二十万人打不住 说当年的唐山大地震,官方的数据是二十多万人 上百万人死了,你想想整个华北都有地震,北京也有震感 整个唐山是不是,十时九时空,能比吗 这也不算,因为你讲历史也不算 讲历史的话,它没有一种现实的当下的痛感,是不是 说你文川大地震死多少人,你说这些过去的事干嘛 都已经过去了,翻篇了,是不是 说你唐山大地震翻篇就更久了,是不是 这不算什么,真的,历史我是不主张从历史的数据里面找情感 它没有情感,它已经变成化石了,是不是 当下的事情才真正刺痛我们的心灵 说这个海峡对岸的福建这边,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 因为也有震感嘛,也有一定程度的地震嘛 但是肯定是没有7.5级,没有7.2级 说福建这边,厦门啊,福州啊,这边好多个城市也有强烈的震感 说死了多少人呢,官方报的数据啊,死了149个人 你想想,本次的地震震中是在花莲边上的海上,是不是 花莲算是中心,距离这个福建这边远着呢 结果台湾,花莲这边一共才十几个人过世 结果福建这边死了一两百个人,这还是共产党的数据 共产党的数据,我一般我都会至少乘一十,是吧 真的,乘一十大概差不多,有时候乘一百都不够靠近真相的 很有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这些事情呢,你如果有比较才有间别 你看多了以后,你就很伤感,你知道吗 尤其像我们这些从土共中国出来的人 觉得我们这些人的命呢,就诸狗不如,真是 啥也不是啊,在共产党眼里,你真是 所以像我这种人,我们读过圣经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都是无家之宝,怎么能够人以几千万,几千万的,几万几万的 就这么死掉呢,然后土共他还不反思呢,还隐瞒历史呢 是不是,这都是怎样的一个地域的国度啊 虽然我知道中国的那个韭菜那些老百姓也是一群蠢猪 但蠢猪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啊,是吧,不管怎么样,他不是个蠢猪 他是个人哪,蠢是蠢点,他还是一个人哪,怎么能这样呢 所以我看到这些数据,我真的是非常的伤感 非常的伤感,然后有一种后怕 觉得自己他妈真是,在这帮狗肉的土共的眼里,我们真的是 猪狗不如,啥也不是 这是第一个细节吧,你说西包子听到这个消息,他是不是很挫火 据说他半夜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半夜的把蔡奇给叫过去 因为福建是他起家的地方啊,蔡奇也是从福建出来的呀 让蔡奇去查找原因,是不是有人造谣 我亲自领导的地方,是不是福建 我亲自管理的这个国家,怎么死这么多人呢 台湾才十几个人,为什么福建有两百个人呢 是不是有人在抹黑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啊 是不是有人在在在在唱衰中国啊 是不是有人在叫蛇根子啊,要查 如果是真的,坚决拍死那个当地的那些官员 怎么就防震这么不利呢,是不是 我们怎么就没有把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好呢 说这些话,挺有个意思的 这只是第一个死人的数据啊 第二是什么呢,最搞笑 说这个花年在地震的时候啊 完了以后,地震感特别强 房子晃得不行了都 有两个晃的场面 一个是花年的一个酒店 一个蛮好的酒店,酒店的楼顶呢 有一个游泳池,是吧 那游泳池里面都起了波浪了 就是,都是有一种珊瑚海啸的波浪了 然后里面还有人游泳 结果呢,突然就感觉到我们是不是在冲荡啊 是不是 啥啥没有,房子也没有,游泳池也没有露水 也没有人甩出去 哎呦,我觉得这个这个房子的质量真好 这不算,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有一摄像头 拍到了一个什么 富有保健院 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地方 刚生下来的宝宝 大概有十来个宝宝 每个人都在那个婴儿车里面 是不是 地震的时候 那些个护士一个一个的呀 就冲进来 把每一个这个婴儿车里面的宝宝就保护好 真的是 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 没有出现翻跑跑 很有意思 所有的护士都是冲进去 哎呀,就让人特别感动 这才是职责 这才是使命 这才是伟大的品格 是不是 那中国可不就是翻跑跑吗 大家还记得翻跑跑吗 地震来的时候 自己不管学生呢 是不是 自己还跑出去 跑出去跑到操场里面 那学生还在这个教室里面 然后还觉得自己牛逼 关键时候 生命比这个什么道德更重要 那你是一个老师啊 是不是 我们以前做工资的时候 我们还帮翻跑跑说话呢 因为翻跑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嘛 他有个北京大学光环嘛 是吧 就是自己的生命 当然比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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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比道德更重要了 放他两个屁呢 是不是 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好不好 你处在那个位置 关键是你要有位置的意识 是 人的生命比道德更重要 没错这句话 但是问题是你作为一个老师 你当时当地你在那个情景里面 你是那些个学生的 二三十个学生的看护人 是不是 这是你的责任 这是你的位置 你拖你的这个位置 你谈什么道德和和生命的谁比谁更重要 你是耍牛蒙 是吧 无耻 所以我最讨厌反跑跑这种难人 但是当时当地 我们还觉得反跑跑可以理解了 理解这同情 同情这理解了 真的 中国的 中国的老百姓呢 都是一群猪 包括我自个儿在内 还有呢 没说完呢 说台湾这边的护士一个一个的特别的 特别的那个什么 特别的让人感天东地 有责任感 有爱心 说这个杭州这边 诶 有点意思 杭州这边也有一点点症感 不是很严重 大概三点几集 诶 杭州这边拍到一个视频 也是这个医院里面 医院里面 说这个余震影响 杭州震了一下 就那医院里面的医生和护士 全都跑出去了 留下一堆这个病人 在这个病房里面 等着房子是不是倒 把所有的病人都扔在病房里面 不管了 所以此情此景啊 真的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我跟你说了啊 中国人就不是人 真的 关键是一个比一个邪恶 一个比一个自私 一个比一个无耻 从饭跑跑到这些医护人员 都是一样的 你看人家台湾人 那真是闻病人员 那真不是吹的 不是盖的 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种事情呢 就是不能细想 就是细想以后 你就很悲伤 你知道吗 我是很悲伤 我悲伤是什么呢 我也不装高大伤 我如果是在同样的一个情景里面 我作为一个支那国的人 我跟你说我也会 撒腿就跑 管你什么婴儿 管你病人还是管你的学生 就这样 是吧 无耻 因为你从小没有养成一个爱心 责任 使命 新教伦理的三大关键词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是有情景理性的 它是与生俱来的 拥有某种使命 某种责任 某种激情 是吧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丢了 你那个命算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总而言之言之 总之啊 就是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这是两天北京这边 据说是官场也在议论 老百姓的饭局也在议论 是吧 认为习宝子其实刚刚输 输掉了一场这个关键的战争 没有比较 没有鉴别 没有伤害 那人家台湾就是一个文明自由的国度 你土工中国算哪根葱呢 是不是 猪狗不如的地方 真是 那几 地狱 屠宰场 啥也不是 谢谢